香港新成立的醫護人員工會組織醫管局員工陣線 星期一發起罷工 抗議政府拒絕關閉所有邊境管制口案 這個擁有18,000名會員的工會說有2,400名會員參加在星期一的罷工 最初從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目前已經造成超過360多人死亡 確診病例17,000多宗 香港的確診患者到星期一為止增加到15宗 醫管局員工陣線上星期五呼籲政府全面封關 禁止所有中國內地旅客通過所有邊境管制站進入香港 否則將會發起救港大罷工 醫管局員工陣線警告說他們將會分階段舉行5日罷工 並且會影響到非緊急服務 該工會提出五大訴求也就是全面封關 確保口罩供應向醫護提供充足防護裝備 提供足夠隔離病房並且承諾絕不秋後算帳 一名參加罷工的醫務人員對記者說 在另一方面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宣布 從星期二開始將會封閉四個口岸 在13個口岸當中現在已經暫停10個 但林鄭月娥同時強調新措施符合政府一貫的政策 與醫管局部份員工進行罷工完全無關 她又警告任何人認為用極端手段 規迫特區政府都不會得逞 林鄭月娥又說全面封關在香港現實情況下不可行 並且大有其事 路透社引述香港官方數據報導 說香港90%的糧食進口中大部份來自中國大陸